哈啰,大家好,我是Uki 我是阿翔 我是阿翔 我是BBB,Sherry 欢迎收看室内主持的第一集 我们终于从野外搬来室内了 要感谢黑猫生鲜市场 赞出这个场地 谢谢! 感谢他们今天赞出这个场地给我们 他们是一个 新鲜食材网络外送平台 他们就是有提供 提供你们在线上买菜 以后你们不用出门去买菜了 嘿,厉害耶! 你们可以用这个QRQ来 订供那些新鲜的蔬菜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的话 你们可以关注他们的免苏 免苏我会放在那个描述栏那边 他们会举办很多那些gift away的活动 你们只要关注他们免苏就可以得到 很多gift away的消息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比赛 今天有三组 三组会来PK煮东西 今天的主题是20块钱的炒肉料理 我第一组就是我跟林董 我第二组就是 阿香跟MJ 第三组就是 当然今天还是有评审 评审是我们的小白羊 小白羊 小白羊会从这三组里面选出一个优胜者 优胜者就可以得到黑帽圣鲜市场 提供的一个月的免费 我们一定赢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用他们的名牌来 order食材咯 首先第一组我跟林董会先来买菜咯 我们今天要主要的是 洋葱炒豬肉 所以我们要用到的食材就是花肉一包5块半 我们第二个食材是蒜头2块半 洋葱2粒2块钱 第二组用的食材是猪肉 咖喱粉 蒜头 葱头 葱头 咖喱叶 还有洋葱 总共是20块里面 我们有的是 皮肉 200克 3块钱 葱萝卜 200g 1块半 洋葱2粒 2块钱 所以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一组的煮菜环节 OK 现在我们第一组要开始煮我们的 洋葱 炒 葱肉 我们现在就来切我们的食材咯 花肉我们会切成一片一片咯 一片咯 哇 它的刀爽咯 我们来倒一点油 鞋肉有些 葱葱切 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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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腌制 看来腌制我们的肉 Duty就是只会腌制 没有错 OK 怎样腌制咯 就是我们先倒一堂食的酱油 差不多这样 我们也放一点太白粉 少许太白粉 OK 加少许的一点 现在已经起步稍微了 先炒猪肉 嗯 我们把它锯一下中间 我们大概炒熟 之后我们还会跟这洋葱跟蒜头一起吃 对 让它更入味 看到吗 它它颜色已经变咯 怎么控制那个火候 对 它的香味出味咯 哇 我们都给它炒清了 你看有些东西 你看香味 你看香味 哇 哇 大概再翻炒一下 嗯 因为我们要给它放中熟 OK 我们先来起锅 这些肉先 嗯 OK 哇 哇 很香 香根根 对 我们现在来爆香 爆香 爆香就是要用到我们的松头 跟我们的洋葱 要 我们先炒上你 来了来了 来 给我炒一下 底下观众讲 你再炒吧 好 来来来 我让你体会那种感觉 我帮你加入一碗 哇 现在爆香 哇 超香的 算了哦 洋葱可以下了 下洋葱 哇 超香 跟你讲我每次在电视机 看到那种做那种美食节目 都像这样子的 有 然后现在到我们现场去感受 对 哇 还是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现在我们可以下我们的猪肉 来 中间来了 来 来 哇 哇 再加一点酱油先 再加一汤匙的加油 OK 哇 哇 最后重点我原本讲 煮这个洋葱 不管爆香 你一定要放那个萨油 你讲 才会显到它的香味 OK 可以了 OK 来 加一点水 可以 可以了 然后给它翻炒翻炒一下 对 给它翻炒 炒到它的水分干了 因为你分上它的那个味道 对 它水分干了 我们就可以起锅上菜了 对 看到吗 它就有那种汁了 对 哇 我拿走菜 我最爱 哇 来 倒数十秒钟 3 2 1 起锅上菜 OK 起锅上菜 哇 哇 起来 啊 OK 来我们的洋葱炒猪肉完成 哇 耶 很香 现在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评审来试吃我们的这道菜 这样 你看 那个肉 是一块好肉 就吃好 那感觉很舒服啊 很爽啊 整个很steam 这样你心中已经有一个分数了是吗 对 我说你等最后才公布优胜者哦 所以现在我们就换下一组来煮他们的东西 OK 现在呢到我们第二组进行这一个煮菜的环节 刚才我们的猪肉被用完了 所以我们选择 用鸡肉 鸡胸肉 所以我们的佳肴是变成是 干咖喱鸡胸肉 对 所以阿翔就不能切了 不能煮了 价钱是更便宜 因为这个200克才3块钱 烤刀饱啊 阿翔 皮不要了 皮不要去皮 阿翔就是在家里有什么办吗 没有啊 不然你的刀饱 这样okok的 起锅我们就切成丁咯 切丁咯 切丁咯 咖喱叶我就先帮阿翔办好些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用到一些罢了 很香哦 我喜欢咖喱叶的味道 够了吗 给洋葱 我们把洋葱切丁 我们那个材料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煮哦 现在先开锅 我们先放油先给它热锅 快点开锅炒一下 哇哦 现在我们放着一个葱头 可以加进去 包香一下 味道已经出来了 我们要快速也会给它焦掉 我们要打那个咖喱叶 哇哦 哇哦 加多一点 多一点 可以 OK OK 先加咖喱叶 先加咖喱叶 好 先咖喱叶 先加咖喱叶 一大咖喱叶 好 加 先加肉 OK咯 炒肉可以吗 对 OK OK 可以加 可以加 加肉 加肉 它味道还不加咖喱叶 好 加肉 你咯 像这样 好像外面卖那种咖喱叶 你咯了啦 你咯了 那个蛋糕都归我们这一堆了 我们把这个 最后的 洋葱加下去 给它有点味道 鲜肥 再翻炒一下 现在我们我觉得应该是配了啦 我们直接起锅上菜 摆盘 小心哦 炒了哦 OK 欢迎评审试吃时间 这是我们为你精心设计的 鸡胸肉炒咖喱 哇 这个就是很有外面的感觉 是的 来 点一点品语 烧吧 它买鸡也不错 它的咖喱少了一个味道 因为是盐不够 我们完全没放盐 好像盐不够 现在我们这一组啦 我们是最后一组 今天我们做的东西是 烤油炒鸡肉 然后鱼鱼 它就会负责切萝卜 洋葱 洋葱跟断米 来 现在小样在削皮 这个的话我就切 不要片一片了 来 切了蒜头 来 切了蒜头 压 切了蒜头 就是切了蒜头的食口 咱们脱脱 很舒适的感觉 鸡肉切好了 现在煮的话 可以折利了 还给我煮 开火 对 开火 现在放油 先煎鸡肉 不要煎太熟 OK 不要煎太熟 哇 看到 在开玩笑 我是煮菜脚 哈哈哈哈 炒蒜米 哇 还有 很棒啊 就是这种灰色 小洋葱 蒜米 还有胡萝卜 现在要小一点 小一点 有一个小一点 有一个小一点 但是 就要吃饭 就要吃饭 如果放一半 那边没有吃饭 就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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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有一个小一点 就是要吃饭 这个小一点 可以吃饭 快吃饭 快吃饭 来 来 鸡锅上菜 来 完成了我们的作品 四处时间 烤鸡肉 来 平身 这鸡肉熟度不够更好 够软 所以现在就是关键时刻 就是小白儿要选出冠军 今天就有三组嘛 林董跟你自己组 林董刚好有四 所以他已经离开了 MJ的跟阿翔的 小鸡肉 所以他们就跟冠军的一份了 林董 亦 还有 Sherry 跟小羊的 那味道都很好吃 一定要选出一个冠军 可是如果亦要讲比较好吃的话 他们的会得是 所以今天的冠军 今天就是小羊跟Sherry 这一组 你们可以得到一个月的新鲜蔬菜 是这个感觉 我在这里提醒一下 黑猫生鲜市场将在22号会开张 22号之后你们就可以在线上 订供他们的新鲜乌菜跟水果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 MJ 小白羊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BYE